将在临近2020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2020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最大的特色亮点 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组织讲话 这将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 同全球政党领导人举行线上的会议 也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面向国际社会 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民运的 关切和关心 这次峰会无论从出席政党领导人的国别层级 还是从线上线下参与程度 云端围观的中外嘉宾的数量 它都是史无前例 绝无仅有的 我们期待以本次峰会为契机 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我们期待地与各国各类政党求同存异 深化合作 把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涉及人类前途命运的那些重大的问题上 能够凝聚起更多的共识 汇聚起更多的力量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 不断前行 好 同样的 在涉及的方向 互相